以弗所说第三章第十八节 能以和众生同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所以原来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你说的会句说话 其实所带来的质素是可以高到难以想象 但是也可以差到你想象不到 就是在我们做人里面 如果你知道阔这个程度 原来可以是这么阔的 所以变成我一直都说 我不会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那个任何东西不是只是钱 我没有欠过你们安慰 我没有欠过你们平安 我没有要求你们给保障我 我从来没有要求我 我只是会付出 这个就是那个阔的程度 记住你用一些杀种的话 你这个阔你能够想象 你有多少年你会享受不完 所以一生有多少年享受不完 所以唯有就是永生 就是你在人类历史当中 所以变成我作为一个牧师 所以你看到我会增加你们的 除了知识、智慧、幸福 有很多东西要增加 我会增加你们的价值吗? 有 我很乐意一张好的东西教你们 就等于一些老板会增加员工的价值 叫他们读一些讲座 有时外面都没有这样的讲座 我自己教你 我教你策略 我教你四类型人 我教你AOE 明白吗? 我会增加你们的价值 所以我的价值不是自然高 但不是说今生 而是说在永生里面所得到的 所以简单来说 全类别地杀种 就是我说的阔 但以前不能说给你们听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是今生情愿去杀才是你的品格 杀那种种是真的有某种品格的 即是我真的有某种品格才能给你们安允 我真的有某种品格才能给你们信任 那种种应该是come with那种品格 但如果你假扮 有些人说原来慷慨可以 但你假扮慷慨 因为是为了贪心 慷慨和贪心刚刚是相反的 你用贪心的品格去假扮慷慨 你怎样可能会中得到百倍 对不对? 所以那样东西是一定要你自愿做神 让你自愿做出果效才告诉你 但我比你们早晨早 所以我比你们早晨早 例如举个例子 至死也不顾慎生命 我相信主的日子已经是这样 但我当时不会有十万倍祝福 因为所有的倍数都需要相信 其實我們講的真理根本從聖經寫了已經有 但為何說50年前才有一步歸一步的祝福 差不多30年前才有8倍祝福 而10年前才有10萬倍祝福 但過2000年歷史又不見10萬倍祝福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沒有動用指定的信心 所以我一信主我已經自死都不顧惜生命 但我當時沒有10萬倍祝福 是想起我慢慢做,做得多的時候 然後我知道這個真理,然後做 然後慢慢理解這個原理 但都是近十多年才知道的原理 這是順其自然底下最正常的方式 因為當我知道的時候 我已經有了那種真的殺中的品格 所以你們最好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去做 因為那個是come with 品格的 除了你做一下做一下做到有那個品格 做到你今天這個人 即是等於我 我不說謊 我以前都還說 即是在信主之前 但信主之後我決定不說 連想也不想 慢慢做到我是一個不說謊的人 那你就真的有那個品格 但如我所說 就好像慷慨一樣 你假裝慷慨 然後因為貪心而推動去做 其實你沒有那個品格 變成了那個真理對你來說 不是等於你可以有光 你反而更加黑暗 所以仍然是 就是你知那個真理 然後甘心樂意去做 做到你有那個品格 你又去知 那那個時間點是最好的 所以我有很多真理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真的做到變成了品格 所以神下罵我知道 但問題呢 你們太多早知道是不好的 其實 因為你自己也分不了自己 是不是 帶著不好的動機去做 你自己也分不了 有時候 但是問題是 現在神讓我去說的原因 因為 都沒有那個時間了 已經 而很多人有做的 不過不是做得那麼徹底 有些人是有本錢做闊一點的 不過總是自己也因為面子不做闊一點 諸如此類 現在就可以稍微改一改 那已經可以了 起碼都會有些所謂 事齋而可以收拾 在信仰上 因為我今天說的所有事情 其實你已經在做 或者某個程度上在做 那就是最好的 但現在這樣說 你會信心百倍 並且你可以有些東西 更加修飾到 有些東西你找到自己的瑕疵 這就是真理的好處 但你已經明白 為什麼不能夠太早給我們知道 因為那個不會變成你的性格 對 是應該你做開 做到 拿到好像 變成你品價部分 一把分能神 神給你知 所以其實我們今生的時間 是很短的 但這段短的時間當中 其實原來 根本有數以萬計的方式 你可以殺很多不同品種的種子 就算是一番和一堆的對話 一堆的主日信息 其實你只要把那些元素 全部放進去 其實你一堆的信息 都可以浪費任何一分鐘一秒鐘 你為人製造很多 你想想 為何聖經裡面 在這個原則當中 教我們做好幾件事 你現在就明白 為何要為主耶穌作見證 但我們只聽這個作見證 你都未必明白 但如果你聽到 我們不可以失見證 那你就明白了 那個作見證是什麼 你用不失見證去理解 二筆所書第三章第十八節 能與和眾生同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 長闊高深 尋念未為神 榮耀照應給我安慰 今次彭 全讓你盡發光輝 願我心發亮自燃燒 不撫毀 今心樂意為你 成天 輕香的祭 盡我心揭力 仰望恥守 想淺真靈 一生為你 將發光輝 奉上一切 成天 懶惰 千萬前 恆 你 要